Evson 反而有些保留 第一,其实纯技术的图形 你可以看到这么快连前面的大型密集区 因为前面的大型密集区 其实是$2,800或$3,000这些价位 你会看到它这么容易刺穿了 最好是它弹也不弹 没有一天是去过$2,800左右 所以在整个图形 已经是纯技术的技术角度 维持了整天两年的区隔 它这样跌穿了 其实在技术里面是劣势的 这是第一件事 而第二,其实Amazon 它终于是去到有PE的地步 问题是它整体的Forgas PE 其实在FANG的四只股票里面 倒回来最贵的 很有趣,竟然Netflix也比较便宜 因为它暴跌得太厉害了 Forgas PE也比Amazon便比Amazon便便宜 再加上Amazon里面 其实除了是雲计算那部分的增长 仍然是有一个比较高的提出之外 电商那部分 其实我觉得将来都会遇到一定的樽颈 可能疫情往后慢慢消散 就是面对高基数增长的问题 变成是有机会的整体的业务 或者整体的增长 去有一段空白期或者迷茫期 我也有点担心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是没有价值 它仍然是有很多sector的领域 是垄断地位的 但是在纯粹图形的角度 或者是估值的角度 或者业务的亮点的角度 就不够可能是美国Soft 或者是Apple 甚至可能说衰点那句 可能是Facebook也不如 因为Facebook 其实它可能只是靠广告 就是讨厌它这些是广告商 但是它的PE真的太便宜了 它作为一间 例如Cashcard一般的企业 这么高的顺利率 兼且将来有些 也有故事可以说 如宇宙之乎 甚至是 如宇宙之乎 是的 因为它先提倡 但是问题是 它Forex PE 因为近期的股价跌 有些跌到Forex PE 只有20倍或者22倍 其实我真的很真心说 如果你说让我选Facebook 还是700 我选哪一只呢 我们就选Facebook 所以就变成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后 我觉得对Amazon 是有少少保留 在一个势上 是的